新德里街头 民众买菜排队 几乎通通没戴口罩 谈开疫情曲线图 印度过去一周 平均每天7100多人确诊 比起疫情高峰期 单日突破40万 明显趋缓许多 加上超过六成人口 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民众心态放松不少 不过随着Omicron疫情全球蔓延 印度也已经出现145起确诊 绝大多数都是境外移入 当局部排除 明年初将迎来第三波疫情 除了加强防守边境 也建议民众持续遵守防疫规范 尽早接种疫苗 而相较于不少国家 已经开始施打加强剂 印度尚未开放 当局表示 提高基本疫苗覆盖率 是当前首要目标 会不会因此延误阻挡 疫情的最佳时机 令专家非常担忧 大家信用好反正编译 在对付接近墓 这六月 这六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益